无言的窗窗窗窗窗入我手 求仔仔隐隐止里泪得下 望着特朗普希莱里好数 他发现无讨思路像迷雾 拖把泪做投稿网后有改途 特朗普上任之后继续出位 最近大家都说会不会爆发世界大战 但一日未开战玩具都要继续玩 最近就出了一只特朗普飞架 特朗普虽然出位但始终都是个西装友 配件就不会有Marvel英雄那么多武器 都是可以换一下胎换一下帽 最多送咪给你 比较好玩的是附送白宫背景 假设演讲台放在家里做摆设都不有霸气 头雕就有两个 一个是沉默的特朗普 另一个就是厚厚的特朗普 外貌表情都非常相似 这个特朗普飞架除了形式之外 我觉得最欣赏它是神都似买 除了它见西装好像真人一样 活泡大臼之外 它的胎也好像真人一样是比较长的 完全将特朗普的衣着风格呈现出来 一般来说 穿西装漂亮的胎 就不应该长过皮带的底部 不是我们暖屈的 特朗普的长长的胎 就经常被网民改途取笑 也有外国网民 罗列了特朗普穿西装的几大问题 除了胎太长 还有两大肩太小 博团太阔等等 这股figure可以说是原味 再现了特朗普这种独特的意着品味 现在已经可以在网上订购了